学IT 拿高新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千锋物联网学习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何去使用一个内核模块 是吧 在上一期的过程中呢 给大家讲了内核模块的编写 内核模块的编译 是吧 那上节课呢 我们刚好编译生成了一个内核模块 叫代目.ko 是吧 编译生成一个代目.ko以后呢 这节课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代目.ko到底是如何去使用的 对吧 如何去使用的 OK 我们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 这个模块的使用的话 模块的使用 模块的使用呢 是需要将 内核模块 加载到内核中 和内核形成一个整体 然后呢 是运行是吧 同样呢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将 内核中的内核模块 从内核中 卸载出来 是吧 有这么两个操作 那有这么两个操作呢 就应该对应了两个命令 来实现这两个功能 是不是 实现这两个功能 那在讲这个实现功能之前呢 我们给大家想 再讲一个命令 就是说 干嘛呢 查看 内核模块信息的命令 这个命令呢 这个命令呢 叫mode infer 有这么一个命令 该命令呢 是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内核的一个模块信息 那大家看一下 上级课呢 是编译生成一个demo.ko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ode infer命令呢 查看一下这个demo.ko 那查看的时候呢 这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模块信息 那大家看这 对于这个模块信息来说呢 它有什么东西呢 有文件名 有它的这个中心的GPL写意 然后呢 有它的这个版本说明 是吧 还有它的依赖 这个依赖的话 当前我们这个demo呢 没有依赖 所以说这里是空的 是不是 是空的 那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作者的一个声明 是吧 这个模块的一个作者 还有它的一个 这个描述 就是功能的一个描述 也是可以放在这个 也是可以放在这个demo.ko里头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module infer去查看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的话 是在哪呢 是在我们这个模块 效果以外的一个声明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了解一下 在这个module.h里头呢 大家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module honor 这是一个作者的声明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module description 那这个就是对当前模块的一个功能描述 等等 还有些其他的声明 是不是 这些声明的话 大家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对不对 可以写 可以不写 那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查看的时候呢 这个信息呢 就比较全 如果说你不写的话 那我们查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呢 就看不到这些信息而已 但是前面讲的这个三要素 这个是必须写的 没有我们编译呢 是通不过的 听懂了吗 没有编译是通不过的 而且呢 它的功能性呢 是不完整的 对不对 OK 这是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命令 叫module infer 查看信息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命令 干嘛呢 查看 当前内核中 已经 插入的 动态 模块 这个命令的话呢 就是ls mode ls mode命令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当前的这个招式系统里头呢 我们执行一下ls mode命令 大家看 这个ls mode列举出来的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招式系统里头呢 加载的内核模块 加载的内核模块 那是这么多 对不对 这么多内核模块 这里头呢 包括模块的模块名 以及它的这个大小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被使用的个数 也就是说被几个程序在使用 是不是 被谁在使用 这是给大家讲的第二个命令 叫ls mode 查看我们当前这个插入的动态模块 都有哪些 OK 再往后呢 那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如何将我们现在编写的这个模块呢 加载到内核 这里头呢 需要用到一个命令 叫ins mode命令 用到ins mode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大家不会用呢 可以去卖下这个ins mode 对吧 卖下ins mode ins mode呢 这个慢手册写的比较简单 那这儿呢 我们这个ins mode呢 就是一个将我们的内核模块程序呢 插入到内核里头 是不是进行执行啊 插入到内核里头 那它的这个格式的话 就是ins mode 加上我们这个文件就OK了 好 那大家看一下 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模块来说 它是不是叫demo.ko 所以说我们加载的时候 是不是加一个ins mode 然后呢 是demo.ko就OK了 插入 那这里呢 插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报错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ins mode 加载失败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报了一个操作 没有全线啊 那也就是说 你想把一个模块 插入到内核里头 和内核形成一个整体执行 这个是需要管理员全线的 也就是说 普通用户呢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全线 操作我们这个内核模块 加载的 对吧 那因此的话 你想操作 是不是应该去切入到 管理员模式 或者说临时给他一个管理员全线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临时给他一个管理员全线呢 去执行一下 OK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执行完成了 对吧 执行完成以后呢 我们这个信息呢 是没有打印的 所以说 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命令 叫demessage demessage 那也就是说 这呢 还得给大家再讲一个命令呢 就是 查看 内核的 日志信息 命令 叫 dmesg dmesg 好 这么一个命令 那大家看一下 我在执行dmesg的时候呢 把这个内核的打印信息呢 全部给他打出来了 打出来以后呢 大家看这 在这里 是不是有这个 最后一行 是不是有一个demo init 也就是说 第七行的这个demo init 是不是执行了呀 第七行的demo init 那在这呢 打印信息比较多 我们可以先这样 把这个demessage 就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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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记下 这呢 有一个-c 选项 -c 选项 就是 清除 内核 日志信息 清除以后呢 剩下的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打印的信息了 那我给大家先把它 卸载掉 然后呢 重新执行下 -dmessage -c 我们来重新加载一下 insmode加载 insmode加载下 -demo.co 加载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打印信息 是不是只有 现在的这个信息了 现在这个信息 大家看这 这是一个文件名 然后呢 这是一个函数名 这是一个行号 那你就说 我们这个文件 这个函数的第七行执行了 那大家看一下 对应的是谁呢 找到我们之前编译的这个demo.c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第七行 他执行了一次 他执行了一次 说明在加载的时候 demo.init被执行了一次 对吧 demo.init被执行了一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加载进去以后呢 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命令呢 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个卸载命令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将这个内核模块 将内核中的内核模块呢 从内核中卸载出来 那卸载出来 我们用的这个命令呢 叫remote 其实刚才呢 大家看到我已经用了一次 是吧 remote卸载 卸载呢 我们来看一下remote的demo 执行完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demo exact执行了 对吧 第14行 那我们来看 第14行是不是他执行了 那也就是对应的 我们执行退出的时候 就卸载的时候 他执行的是一个卸载函数 执行的是一个卸载函数 OK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加载的时候 后面跟的是一个文件的一个全名 也就是说模块的全名 在卸载的时候呢 是去掉他的这个后缀 对吧 卸载的是这个模块 好了 对应的呢 在加载的时候呢 会执行入口 或者说加载函数 会被掉用 是吧 那在我们执行卸载的时候呢 会掉用谁呢 是卸载函数 会被掉用 是不是 然后呢 卸向 是这么一个卸向 我给大家把这个卸向呢 拿出来 OK 那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如何去使用一个内核模块 如何去使用一个内核模块 涉及到这个模块的一个加载和卸载 然后呢 还涉及到我们查看这个模块的信息 另外呢 查看当前操作系统里头插入了多少都那模块 包括这个日子信息的查看和清除日子信息 这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内核模块的时候呢 必须得学会的一个命令 对吧 必须得学会的一个命令 再有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说 内核模块 加载的时候 执行 加载函数 并 只会执行一次 这个特点呢 只会 并只会执行一次 那这个只会执行一次呢 大家要记住 要把这个特点呢 给大家记清楚了 那也就是说 你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写的这个入口呢 只会被调用一次 以后呢 再就不会调用了 那同样的这个卸展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内核模块 卸载的时候 执行 卸载函数 同样 只会执行一次 这个特点呢 大家要记清楚了 听到了吗 这个要记清楚了 OK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把这个 内核模块的使用呢 就讲完了 然后呢 大家 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去 加我们这个千分物联网的一个学习营 这里头呢 有一个QQ学习交流群 群号呢 是783797021 然后呢 大家加进来以后呢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群里头提出来 然后呢 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交流群里头呢 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呢 我们共同来分析一下 是吧 来共同来分析一下 OK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